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字 我是阿明 俗話說 一年之祭載於春 一天之祭載於成 但是早起有什麼好處呢 問問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她很清楚喔 什麼人呢 她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陳立英詩傑 你不要看她這次 微微笑了 但是過去可不是如此 供高我慢 自大脾氣不好 常常說話商人 她的同事都叫她小辣椒 為什麼 因為她竟然多膽 回家了跟她的老闆大小聲 工作的場合如此 在家親子的關係也不妙 她跟她的女兒 話不投機 半句多 說不三句話兩個人就忘記了 但是自從兩年多前 她每天早上三點多起床 參加慈激的一個活動之後 生活中許多的不美好 因為她的改變慢慢的變得幸福美滿 想知道早起為什麼帶給她這麼多的好處嗎 帶大家到屏東來認識 陳立英詩傑 迎慈濟 人生變得更亮麗更有意義的故事 清晨四點鐘 在空無人車的街道上 慈濟志工陳立英已經來到屏東分會 準備參與陳中啟薰法香 要等那個師兄來開門 她大概都是前三名道場的 然後她在整個過程裡面都很注意大家 譬如說師兄姐的動態 她可能會看看今天什麼人沒來 然後她結束以後就會開始問 今天什麼人沒來 很快喔 她就會打電話 第一次沒簽 好像第二次要簽的時候 好像那個簽名簿被收走了 然後第三次她就只能跟我說 以後我幫你簽好了 那我就答應了 所以一直都是她在幫我簽到 那簽到重點是你有來嗎 她會看到她就是檢查一下 那還有我嘛 其實我這樣一看我就知道 後面那有一個 她要去 她要出國 要出去十幾天 那個沒有來 有兩個有請假 從2013年7月開始 陳立英就用這樣多重的關懷行動 來安住大家文法的心 同時也安住自己的心 透過不斷的文法 慢慢的也改變了自己的脾氣 脾氣改很多了 然後那個講話也會比較小心一點 不然以前都是我想講什麼話 這是我的心情 我馬上就會把它衝出去這樣子 可是現在都會想一下 甚至會想說 我要怎麼 很有智慧的去把它表達出來 我來修瓦巷以後 我才放下很多說 其實像上人講的夠用就好了 你為了追求那些 你必須要去付出代價的 所以到最後你看 我覺得像這樣 也沒有到說一個水準 但是我覺得我很快樂 陳立英不僅從文法中 學會聲色柔和 懂得放下 其他志工對於他的角色 也從原本讓人有壓力的糾察隊 變成公認的班長 糾察隊就是他幫我取的 對 那我如果沒有來的話 他馬上就會call in 你為什麼沒有來 有的時候不是電話 有說在沒有的訊息箱上流 或是說在Facebook上就問我說 你今天怎麼沒有來啊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的糾察隊又開始在通緝我了 那他會一直叮嚀我們 就是真的都不放鬆 但是這樣我們不 我們感到是一種溫柔的壓力 剛開始會覺得壓力 到最後是一個習慣了 然後到最後我們就是很感恩 有這樣的一個頒獎 除此之外 他每天還會花上一兩個小時 整理隔天淨思成語的資料 希望可以讓大家提早做預習 這樣繁瑣的過程 不但沒有讓他因此而放棄 反而越做越歡喜 還很樂意和大家分享 成語的部分我負責把它變成那個 就是沃德黨 就是紙本的 讓他們不一定有電子書的人 也都可以看這樣子 用電子書然後再複製過來 然後我每天要對 然後我順便讀一下這樣子 對啊你看我都還幫到畫重點 你都還畫重點 對啊用顏色不同 用顏色再幫畫重點 這裡有41位 大部分都是人文真善美號 還有那個巡髮香男人 然後後來 有的自己打電話來說 說他們 像這個李怡品師姐 他就 他就自己說要 他希望我每天能寄給他 就用嘴巴去關心他 勾不到他的心 但是我能給他的是什麼 我是不是要把這些 都給他們很容易去看得到 他的手機啊他的電腦一打開 他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對不對 這個師姐他就回饋我說 他家以前有種花生 但是他不曉得說 有花生可以吃 而不知道說種的 居然還有同用這類的植物 他只知道吃花生 所以他還可以寫三個 好好好 法慶的回饋給了他莫大的鼓勵 希望人人都能橫持文法 一起在菩薩道上 俯會雙修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啊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感恩麗英師姐啊 法起多分享 感恩你來 感恩 今天除了你來的 寶貝女兒 掌上明珠也來了 也恭喜呢 今年在委員培訓的徐靜雯 歡迎 阿民師兄好 靜雯現在也在我們 靜師書宣服務 感恩喔 還有我們的 戴頓倫老師 這家是你的 人文真善美團隊的夥伴 對 剛才戴老師說 哇他現在都會 幫你簽到 但是他會先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到 對 你就在後面幫忙人家做紀錄 是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 陳總體去馬鄉 聽說也是他 鼓勵你的 對嗎 是 他 他會督促 他督促你 對 因為你也知道 做人文真善美 長長時間都比較 要熬夜撿袋子啊 那為什麼他 督促你的時候 你心難接受 其實我是 有那個 本來也有那個心 但是不曉得 然後他就會打電話過來 對 這樣喔 那慢慢的他 從糾察隊 變成關懷的班長 語氣上應該也變得不一樣了 對 開始的時候 這個口氣是很 很那個 很刺責的口氣 刺責喔 對 好吧 那今天把時間倒轉一下 你以前都怎麼 卡到的樣子 代老師 那你今天怎麼沒來 這是以前 好 那現在呢 代老師 你今天怎麼樣 怎麼沒來 講的內容差不多 但是語氣 緩和了許多 聲調也 柔和了許多 其實兩位現在都在做慈濟 多多少少也因為 慈濟改變彼此的心 讓你們心更拉近 你也因為 參加慈青 然後跟別人互動 發覺說 媽媽真的其實 也有她的優點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你從同學的互動 別人的親子互動 看到了什麼 讓你願意跟媽媽 關係更美好 也是在去 其實比較近的時候 是去年 就是參加營隊 那就是有一個慈青的爸爸 突然往生了 對 那其實就會感受到那種 來不及 就會其實有時候會 其實仔細看他們 其實他們真的已經老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要改變我一下態度 因為以前打電話回去就說 就是他們是也不是跟我們一樣 無事不能三寶店 然後就是沒事不會摳 那有事才摳 所以其實現在比較會說 就是打電話回去 說媽你現在在幹嘛 那我今天就是做些什麼 就是會互相分享 以前是有事才摳啊 現在是有分享當然要把握 對 所以因為別人的無常報導 無常視線 讓你覺得說 一南一北 你在台北工作 媽媽在屏東 但是空間距離不是問題 因為電話拿起來就可以說愛 可以分享啦 對 你也發言說 女兒有事了 對 因為他自己也加入 磁器的大家庭裡面 他也懂得真的 時間不可愛 媽媽年紀也會慢慢衰老 他當然也要勇於承擔 他不僅要單起如來家業 你看今年在培訓 也要幫上人傳法 再近思人文工作 你也一樣嘛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不記錄就不見了 所以人文真善美 美絲姐也是單喔 他一個人不只做一項 他還做很多項 請看看 這站都還沒有來過 今天第一次來 紀錄的話 我要自己紀錄 有的他們先幫留 就是他們幫忙留相片這樣子而已 其他他們也沒有辦法紀錄 都是我要到的點 他才有辦法 把這個文字把它寫出來這樣子 從2014年3月開始 每週一晚上 屏東市北區聖利裡 都可以看到李明 與慈濟志工一起做回收 為了不讓這歷史性的紀錄有所遺漏 陳立英一個人承擔起這一區 十四個環保點的文字紀錄工作 那你現在已經紀錄了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九個 我們聖利裡這一區有環保五朵花 就是他們的證明 哇 環保 對 今天要給他拆花 紀錄這五朵花 除了第一朵齁 除了第一朵齁 七十歲齁 其他四朵都五十五歲 陳立英很有效率的把握時間 掌握人物故事 隨後他馬上拿起相機 捕捉動人的畫面 文字要監照相啊 人手不夠啊 一天就十幾個點 啊只有 才有四位而已 監的照相是因為 他們也沒 像他們爸他年紀也大 另外那個照相師兄 他年紀也大了 那如果說你 你如果說一直要把這個照相 都一直丟給他們 那真的都照 這樣點的話 還跑不完啊 那等於說 要是有很感動的 都會漏掉 所以說我自己想說 啊 乾脆我也自己要 要投入去照相這樣子 因為我可以 我如果和其幹事沒有做的話 我也可以轉換跑道 我也可以照相啊 一份疼惜老菩薩的心 讓陳立英願意多承擔一點 而他們這個團隊成員 雖然不多 卻有著同樣成就彼此的一念心 每年就是上人的母難日之前 都會有二十幾天的滑滑金 禮拜 就禮拜滑滑金這樣子 我也是要進去拜啊 然後順便要記錄這樣子 禮拜滑金 立英師姐公里都會出來 都會出來 都沒有拒絕過 沒有沒有拒絕過 為什麼啊 上一次的幹事 那個是四俠四姐 四俠四姐 他因為家裡的音事 沒有辦法就交給立英 立英是沒有像四川四 那個四俠四姐做那麼久 所以我們都要很支持他 不是這樣要配合 OK啊 OK 好 師姐 你最近都有來上滑滑金嘛 那上滑滑金的感受 其實說上滑滑金感受 這個其實還蠻慚愧的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很有潛能的 那他很少在接受採訪 那剛好借這個機會 能接受訪問 把他講出來 然後讓他知道 原來每一個人都是一布金 那每一個人的見解都不太一樣 那在菩薩道上 大家互相勉勵嘛 那大家都才知道說 原來他見解不錯 大家互相吸收 互相勉勵這樣子 正因為了解 人文真善美記錄的使命 所以陳立英每件事都用心投入 還會多方的做學習 就是現在用這種上傳系統這樣子 沒有是FTPO 唐爸又跟我在講說 如果你要到國外去 就是類似花花或是正在的話 最起碼你簡報 或是怎麼上傳 你都要學會這樣子 你一個人可以獨立作業 那你要跟人家配合的話 回傳要回來該負責的資料 你才會容易做到這樣子 所以說也等於說 雖然都還沒有去把這個願望完成 你要點這個嗎 這是去年才買的咧 連文字的都要學習剪接啊 因為就是錄影師兄少啊 他們還要剪輯的話 忙不過來 那他們就建議說 文字的也要學習 然後有一個添加文件 雖然陳麗英現在剛起步 學習上傳資料與剪接工作 但他深信 只要有願就有利 請家練習一定可以為慈濟 留下更多完整的記錄 是啊 真的天下無難事啊 只怕有新人啊 只要願意學 就有可能學會 對吧 對 哇 你這次電腦尾也要學錢接 我看運動師去跟他採用 你順便就問他了 把他給機會了 哇 大老師 您當然在仁文真上面的領域啊 這麼多年 他 你算是他的老師 但是這位學生 你從他身上 有沒有看到你 這位老將 比這隻的讚嘆他的部分 我的感覺也是 他是非常的勤快 勤快 勤快 很勤快 他 尤其在我們屏東市環保 夜間環保的時候 對啊 他 本身是擔任北區 北區的記錄 然後他又支援西區 這樣啊 所以幾乎 每天啊 每天傍晚 他的電話就來了 來什麼 老師 他們還要對 就是這樣子 那幾乎是 每 幾乎是每次都是出發 有時候我在外面 有時候我會出去 找看映像沒對 我找的點 找得不太恰當的時候 他的電話 我在半路階段的電話 他又是 映像那個 崇大新城 那個師姐 這櫃發櫃出來 這樣 映像先來那 他就會幫我找 找點 而且他還會提供說 哪一個點 有誰可以被 接受訪問是 理想的 我們去採訪的對象 就這樣提供 所以他勤勞勤快 勤快 然後每天都 幾乎是常常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沒有打算 不打算出班的時候 給他一問說 他們要對 我趕快說 他們要來對 你意思說 今天可能本來是要 把他放鬆一下 對 要把他輕鬆一下 是 結果他來 你 感謝他 沒機會攜帶 師姐講話起來 完全沒有想像 他以前是脾氣不好的人 講話是那樣子 好像要吃的感覺 那講話起來就是 非常的溫柔 非常的 輕聲細細 所以很多的髮精看到他的改變 真的是讚嘆又感恩 我們來聽聽師姐們怎麼 薄肉禮喔 來聽聽看 林師姐 你很棒喔 我們這個班 由你這樣每天來 call我們 然後這樣子的關心 那希望上人的法 越傳越廣 然後大家越來越華喜 然後祝福你 真的也葡萄道上 越走越精進 然後越快樂 林師姐 感恩您這一年多來 對我的叮嚀還有勉勵 我們都了解人生很苦 我們也有共同的體會 只有佛法 才能讓我們離開 這個五濁二世 對您的祝福無限 願我們在菩薩道上 永遠精進 如何把辛苦變成幸福啊 其實也不難 只要心念轉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它法入行 每天這樣聽到真的有價值 雖然這麼早就要去城 但是聽到的都是 最真實的大法 對吧 你說這段期間 其實要感恩很多人 跟你信仇 包含屏東的黃麗香師姐 高雄的淑林師姐 為什麼特別要感恩這兩位 其實 我以前也是不懂得 什麼叫感恩 那真的是來勳法香以後 就發覺說 黃麗香師姐 剛開始就是引導我們來勳法香 那 她本身也是醫生作者做給我看 因為當時候她還在台南上班 台南 對啊 妳在屏東呢 對啊 她是每天胸圍削完以後 她就急著就是趕回去上班 這樣子 從屏東過高雄到台南 對啊 哇 難怪妳會這麼讚嘆 我是說 人家都可以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這是讓我 這是讓我 由衷 由衷的 非常感動 以身作者給妳看 那淑林師姐呢 我有什麼問題的話 比如在勳法 這個筆記要怎麼整理 要怎麼那個 她都給我很好的組件 都給我提供很好的意見 然後讓我學習說 每天勳法香的重點 要怎麼去整理 我們自己要筆記 筆記重點 以前都是大力拉扎的幾大堆 去無存經要怎麼做 靜雯呢 這個雖然媽媽在屏東 妳在台北 隔著這個遙遠的 兩三百公里 但是妳也懂得 要求法要精進 不管培訓 或是在工作的領域上 也要讓更多人 認識詞記了解詞記 不過最最要感恩媽媽 就是感恩媽媽就是 讓我可以就是 沒有後顧之有 可以在台北 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之後 會有更大的心願 那其實我們 雖然相聚的時間少 但其實我們心裡 都是在一起的 那也是感恩就是說 就是我們全家人 都很支持我 成就我 讓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對啊 回到置業體上班 對 然後離鄉便吉在台北工作 是不是 就是最終也是想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回到花蓮 清修 清修 對 媽媽答應嗎 百分之一百答應 恭喜啊 那妳要自己珍惜啊 把心照顧好 對 那妳咧 妳自己咧 我 我在這邊 借這個應用 我發願 深深深思思跟隨上人 因為來慈濟 脫苦啊 療苦啊 好 其實啊 家家都是一部快樂經 師姐在人生中也遭逢了許多 不可說不可說的東西 但是 不可說不代表她就過不了那個苦 因為她現在了解了 要吃苦療苦才能夠苦盡甘來 那誰讓她得到力量跟智慧呢 就是上人的生活妙法 對吧 對 好 那幫妳祝福啊 祝福啊 對上 對下 對旁 都能夠廣結善緣 好不好 不然在戴老師 人文正善美團隊 或是訓法這樣的團隊 大家都可以一起啊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因為人性已經進化了 好不好 祝福敬文 今年培訓一切順利 受贈之後 可以朝著妳的方向 真的是 無私大愛的奉獻 好不好 好 給妳們感恩 給妳們恭喜 謝謝喔 謝謝戴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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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